那现在呢 我就跟大家来打建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 让大家来体验一下这个邮局之间 还有客户端道 邮件服务之间 是怎么收发电的邮件的 我们通过这个学习 也就能够理解整个internet 收发电的邮件的过程 那么打建这个环境呢 我想那一个比较典型的 这是一个邮局 这是一个邮局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客户端 然后呢 我再找一个bns 我把这个角色 设计一下 这是这个邮局呢 我就叫911t.com 这个邮局呢 我就叫512t.com 也就是说 这个邮局上的邮箱 这个邮局上的邮箱 那些用户的邮箱 他们的后材都是 at 512t.com 这个邮件服务器上的 那些用户 他们的邮箱呢 都是at 912t.com 那么这个dns服务器呢 负责 解析 对方的邮件 这是dns服务器 它的地址呢 我规划一下 是192.168.80点 比方说是100 它的地址呢 是101 它的地址呢 是102 下面这两台计算机呢 我打断 把它们地址也规划一下 它地址呢 是103 它地址呢 是104 这两台计算机呢 它的邮箱是 喊at 912t.com 这个 它的邮箱是 叫做 王at 512t.com 这代表一台计算机啊 他们的客户端 分别对应的这上面的 邮箱 韩 这个对应的这上面邮箱 王 现在我就给大家来准备环境 在这个上面 咱们要安装什么服务呢 要安装smtp服务 和hop3服务 在这个上面呢 我们也安装smtp服务 和hop3服务 在这个上面呢 我们安装dns服务 这个试验环境呢 我打算使用 Windows 203 来做我们的这些涂物器 这里边呢 有装好 操作系统的一个盘 当时我做了一个快照 那么这个盘呢 是一个干净的一个盘 VMDK 量 我看看多大 这个 两G多的 是一个干净的一个盘 我使用这个盘呢 来创建虚拟机 我在这就建一个文件夹 大家也 看一看啊 如何使用一个盘 来创建一个新的虚拟 这个呢 我就叫做 911学IT 邮件红契吧 mail 我再创建一个文件夹 叫做 512CTUmail 我在创建一个文件夹呢 叫做DNS Sore 分别把这个盘呢 烤到这里边来 当然 使用同一个盘创建的虚拟 那么 那么计算机的名称 IPG都一样 这个时候呢 需要我们把这些虚拟 启动了之后 改改名 然后呢 我这有个Windows X7 我在这呢 新建文件夹 这个呢 叫做 韩的 X7 然后呢 再创建一个 文件夹 叫做 黄的 这个 XP 我这呢 有一个 装了干净系统的 XP的盘 把它复制一下 不易同时复制太多 复制太多的话 还不一个个复制快 大家稍等一下 我把这个Windows XP的这个VMDK拷贝过来 放到我这 如果大家不知道我是在干什么的话 你最好是先学一学我的这个课程 大家点这个会员卡 就能看到进我的会员 就能看到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是讲虚机如何使用的 大家把这个课程学完了 我现在正在做什么 大家也知道了 虚拟机的使用呢 一定要熟练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这些虚拟机的盘已经做好了 现在我就开始创建新的虚拟 这些呢 我们都不要了 直接打 创建虚拟 一会儿再装系统 装什么系统呢 Windows Server2003 是企业版 在什么位置呢 这个不能挟纸了 就在这有虚拟机 51CTU mail 这我在写上 51CTU mail 他说这里边有虚拟机了 他看到里边有一个盘 你点继续就行 内存呢 给他512 就可以 2003对内存要求不高 网络放到NAT里边 其他的都默认 这个盘呢 大家要选择现有的盘 已经有了 就不用再 别处找 再创建新的了 保持现有格式 好 这是51CTU的mail 已经OK了 启动 然后 我再创建新的续机 2003企业版 这个名称呢 我也改改 91学IT mail 继续 512兆内存 NAT 使用现有的盘 浏览 保持现有格式 完成 启动 到目前为止呢 我两个续机 就OK了 准备好了 刚才考的这些盘呢 他们都是运行了 微软的这个 SysPrepair之后 这个工具 他把这个 计算机的SID 都已经去掉了 所以说 在启动的时候呢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 向导 他会产生新的SID 这个名称 BBO 然后序列号 这个 这个连接数呢 给他输入500 这个呢 是指的 有多少人 可以同时访问 他的共享文件夹 和共享打印机 我们在这写上500 这其实应该需要 购买取可的 然后点下一步 这个呢 我就写上 91 GIT Mail 这个呢 咱们给他写上500 写上51 CTO Mail 这个名称呢 咱们也规范一下 这个呢 IP地址呢 我也在这 给他设置好得了 当时咱们 怎么规划的呀 192.168.80 这就要求大家提前把这些规划好 这个位置我调整一下 啊 这个呢 是定义设置 这个 咱们写上 192.168.80 这个是多少呢 我要CPU的是 102 102 192.168.80.1 DNS192.168.80.101 他们都使用同一个DNS服务器啊 这是工作组 中的计算机 然后点完成 重启 一个崭新的计算机就出来了 这个重启 两个崭新的计算机就OK了 虚击 然后登录 下面呢 我们再创建DNS服务器 我们再创建DNS服务器 使用现有的盘 这个不用的硬件呢 其实大家可以去掉的啊 USB啊 生卡啊 白银件这些 然后启动 同样 我们再创建XP 这是含的XP 这是含的XP 使用现有的盘 我们浏览到 这个含的XP 这个硬件呢 我们不用的创建 我们不用的删掉 启动 再创建一个王的XP 盘呢 还得让它使用现有的盘 找到这个王 这个XP呢 我是没有运行 那个C2P 命令的 那么这两个XP 要是启动起来 应该是一模一样 我需要改名 改名重启 这个改名的话 这叫含的XP 这叫含的XP 地址是192.168.80.多少呢 含这个XP的地址是103 DNS192.168.80.102 大家这个王里边的所有的接载机 DNS都用它 这个呢 这个呢 我也改名 改地址 叫做王 XP 然后改地址 现在大家看这 在这个小 小球的 然后动的 地址冲突 192.168.80. 王的这个IQP的地址多少呀 104 电压 电压是101 然后点确定 这台计算机 这台计算机 我们点下一个 名称 On-In-Stat DBU DMDTC669 KCBDHB8X2 M500 这个呢叫做DNS Server 咱们把地址一块给它设置好 得了 192.168.80.101 192.168.80.1 DNS呢是192.168.80.101 是他自己 然后点下一步 这个重启 好 到目前为止啊 咱们学习所需要的这些游戏都配好了 那么咱们这个图的位置 这个虚击的位置呢 咱们也照着这个来做 韩是192.168.80的 我放到最边上 这个韩放到最边上 它是192.168.80的 中间是DNS 放到这 然后 这是512.168.80的邮件服务 王是512.168.80的邮箱 咱们按照顺序 把这些机转机都配上 还好了 下面我们来打电 邮件服务器 邮件解体 从发邮件